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古城温暖的光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今天你路过了谁 谁又丢失了你呢 萧业障旅行团 我是Brian 今天的开场白跟平常的不一样 不是因为有业配 也不是有什么串联的活动 只是因为今天是萧业障旅行团 开播以来的第52期节目 52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其实也没有 但如果我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偷懒修更 还是像现在隔周才更新的话 那第52个星期 差不多刚好就是过了一周年 不过我没有这么的勤劳 所以今天8月29号 已经不只是节目的一周年 已经过了一年又三个月了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特地为了52集 用一个不一样的开头呢 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原本在节目们一周年的时候要讲 但是我却没有讲的故事 从节目开播上架到现在 有好多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是节目为什么名称要取 叫做萧业障旅行团 其实当初在一开始决定要做Podcast的时候 想节目名称的这件事情 真的还困扰我蛮久的 如果有玩过一些圣上游戏 或者是聊天室还是交友APP 取过ID名称的人大概就能够了解这种困扰 就是取名字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最困难的那一部分 那因为当时想的节目主题 就是用领队的角度去讲一些带团时候的故事 或者是在团上遇到奥科的故事 可能再加上一点 各国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什么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朋友啊 同事讨论我应该要取什么节目名称才好 像什么领队来干丘啊 猛鬼旅行团啊这种 通通都想过 那我的同事呢也帮我想了一个叫做茶旅王 意思呢就是在旅行的时候 遇到那些被找茶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很满意 一直呢到我看了一部电影之后 我就一直想着要用这部电影的名字 来去当节目的名称 这部电影呢就是改编自小说的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因为这是一部大陆才有上映的电影 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上映 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应该算是一部爱情电影 有三个男生四个女生 各自有不同的感情经历 其实这部电影的剧情本身 跟Podcast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喜欢的是里面一些 剧情的设定跟桥段 比如说呢在电影里面 邓超他饰演的其中一个男主角 他自己就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然后他主持的节目名称呢 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刚刚节目一开始我念的那一段 就是在剧里面他广播节目的开头 然后很妙的地方是呢 我觉得他既然作为一个用声音 然后用说话去跟听众沟通的角色 可是这个男主角的名字 竟然叫做《沉默》 虽然不是真的是沉默不语的沉默 而是耳东城 末日的末 但是这个名字呢 就跟他在剧里面的这个角色一样 可能前一秒他还在抠脚 然后吃泡面 然后下一秒呢 马上又用很有磁性的声音 还有温柔的语气 去回答听众的问题 他就是有一种很奇妙 然后又很矛盾的反差感 而我自己觉得 Podcast的本质上面呢 跟广播电台没有什么两样 就如同YouTube频道 置于电视节目一样 差别可能就只是 制作成本跟收听的方式不同 而且呢 Podcast他没有收听时段的限制 可以随选播放 然后又可以重复收听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名字 拿来当作旅游节目的名称 好像也很点题 而且没有什么违和感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要把 节目的名称叫做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但是后来因为经过多方的考量 一下是不确定 这个名字拿来用 会不会有什么侵权的问题 二是觉得这个名字呢 相对于我要做的节目内容来说 好像太过于文青了一点 因为呢 我还是想要有一点点恶搞的意味 所以到最后呢 才把节目取名叫做 宵夜帐旅行团 而且呢 当时节目的封面 也是麻烦那个时候同事帮我画的 也就是那个第一季 画着我拿着一个背包 背着背包 然后拿着领队旗 然后还有手上有一个沐浴 很有厌世感的那张图片 说到这个封面呢 其实我觉得他画得也真的很好 很吸睛啦 甚至当时还有很多的 这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 其实他们一开始之所以 会注意到这个节目 就是因为这个封面 才点进来收听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那以上这一段呢 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关于节目的一个小故事 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在找一个 让自己做起来比较轻松的模式 像是从一开始的每周的更新 一直到现在调整到 可能两个礼拜才做一集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的 这样子呢 我可以一周去录节目 然后另外一个星期呢 我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看看 有没有什么适合的题材啦 像比如说我前几天就还特别请假 然后跟这个家人一起去高雄闲晃 却我没有想到这个光荣码头的那个充气娃娃 竟然因为风太大就没有上班 然后隔天呢 跑去骑津看了一个很瞎的沙雕展 然后再去新开幕的那个SKM Park Outlet去逛一逛 那如果没出门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看看书啊 然后找找灵感 总之呢 我觉得做节目这件事情呢 慢慢的我想要说服自己 就是其实自己做的开心比较重要 因为不管是Podcast 还是像是电影啊小说其实我觉得都一样 你不管怎么做 有的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 那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有的人觉得有趣 可能就有人会觉得很无聊 就像吃东西美食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同样的食物可能我觉得好吃 也其他人可能就觉得不怎么样 就像前几天才公布的那个米其林 必比登的推荐 我就觉得可能不见得 大家都认同那些餐厅都很好吃 我觉得这很正常 因为毕竟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呢 是很主观的一件事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去看到一些 可能很主观的言论 我就会稍微的觉得有一点反感 像我前阵子去图书馆的时候 我顺手呢看那个借书栏 我就看到一本书 我顺手借了回来 这本书的书名呢 叫做旅行的意义 带回一个和出发时不一样的字 本来我看这个书名 想说应该可能是偏向心灵立志的书 但是呢没想到看完之后 我自己却觉得书里面有一些观点 他表达的我个人认为还蛮偏颇的 我不确定是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 还是我自己曲解了这个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因为呢这本书的原文书名 其实是Why travel matters 直翻的意思就是旅行为什么这么重要 然后书里面呢 大量的去截入了很多其他人的说法 然后不断的去提到啊 去比较这个旅行跟旅游 或者说观光的差别在哪里 比如说里面很多这种类似的句子 比如说旅行已死 多年前就已经被观光杀死了 或者是我们出国去 可是我们已不再旅行 或者是说观光客 只是那种从饭店到饭店 除了气温 察觉不到任何差异的旅行砸走 或者是旅游是为了观光 旅行是为了理解 还有这种旅行不在于去过多少地方 而是你对造访之处了解多少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在这本书里面 你会看到无数类似这样的句子 去告诉你说 你要去当一个旅人 不要去当一个观光客 一定要很深入的 然后长时间的去探访 去了解去接触当地环境 还有人群 才算是一趟有意义的旅行 当然没错啦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 理想中的旅行方式 某种程度上我也认同 如果可以像这样子深度旅行 当然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这不代表说 你应该去贬低 或者是觉得平常 其他人一般的出国观光 就没有所谓旅行的意义 这就很像你常常会听到一些人 告诉你说旅游啊 就是要用自驾的方式 或者是背包客的方式 自由行的方式 或者是要怎么样撞游 或者是穷游的方式 才是出国才是旅行 如果去跟团就low掉 没有什么意思之类的 但是就像之前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 自由行跟跟团 就只是两种不同的旅行方式 也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并没有说哪一个旅行的方式 就比较高尚 比较了不起什么的 或许你曾经有看过 某个部落格的文章 还是背包客出的书 告诉你说 人一辈子一定要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还是说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旅行 去徒步 什么样才精彩之类的故事 然后告诉你说 他们在那样子的旅程当中 遇到了怎么样有趣的故事 发现了怎么样不同的想法 然后让他们的生命 有怎么样的启发之类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们可能其实也在旅程当中 遇到过一些狗屁倒灶的糗事 然后也可能碰到一些莫名其妙发生 然后又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硬吞的这种鸟事 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写出来告诉你 因为这样子 可能他们的文章就不会感动你了 旅游书也就不感动人心 不激励人心了 甚至就算他们真的写出来 让你们看到的那些负面故事 说不定搞不好也只是 刻意安排出来的一些桥段 为的呢 就可能只是想要刷一波流量 或者是博取观众的通情心之类的 好比说呢 我前一阵就有看到 某一个旅游类的YouTube频道 那这个频道的主持人呢 他自己曾经搭过旅游业 平常也都是在分享一些 旅游的景点啊 心得啊 这个影片之类的 然后我就看到其中有一集 是他计划要去某一个地方玩 可是呢 可能因为一些天差人祸的关系 导致他的旅程就很不顺利 什么航班误点啊 行李仪式啊 订单被取消啊 等等的各种trouble 然后呢 这位YouTuber就在他的节目里面崩溃大哭 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蛮合情合理的 因为很多事情都很不顺利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 如果像是我自己遇到这一连串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当下应该先解决问题比较重要吧 哪里还有时间去哭啊 更何况呢 这个YouTube自己好像还曾经当过领队 前面说的那些状况 他其实应该早就应该见怪不怪了吧 而且他今天需要解决的还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已哦 如果今天他是带着一整团的旅客 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那要怎么办 像我自己曾经就有一次带团去德国 然后呢 其中一天的行程 我们是要从柏林搭火车搭到法兰克服去 然后呢 这个火车还不是直打 是要转车的 结果整团人到了这个柏林的火车站在月台上 等到时间到了之后呢 车子都还没有来 结果那班车的讯息呢 就直接从时刻表上面就这样消失了 然后我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然后我跑去问了之后呢 才知道列车就取消了 就这样 我后面的那班车可能也就接不上了 然后我后面所有的行程可能都会有问题 而且呢 当时我的团上还有一个旅客 到了法兰克服之后 还要拖团搭飞机先回台湾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总不可能在柏林火车站哭给客人看吧 所以呢 我当下就只能马上上网查一下 最近能够接上的班车 然后厚着脸皮去请客人配合我啊 然后带着他们去用同一张票 然后去搭不同的车次 然后有位置就坐 没有位置就站 想办法赶到法兰克服 然后再安排客人先在法兰克服的车站吃一点东西 然后呢 再去跟那个要搭飞机的客人讲说要怎么样去机场 然后等他到了机场顺利 有check in的时候呢 再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再去联络游览车司机 来到这个法兰克服的车站接其他的客人 那幸好当天也没有什么行程啦 客人也都能够谅解 不然这个帐我都不知道要跟谁算 那像这种乱七八糟的突发状况 还有那些其他 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给你们 讲给你们听的那些奥克的行为还有故事 如果是在茶余饭后 事后用第三者的角度讲给你们听 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夸张 很扯然后很搞笑 但是说真的 如果在事情发生的当下 基本上你就只会想要骂脏话骂三字巾而已 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去拍影片 好啦 好像有点扯远了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别人的建议 或者是别人的那种经历 其实你们当作参考就好 什么对你来说是旅行的意义 其实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定义 如果今天我带着家人出去玩 我觉得家人开心 就是我这趟旅行的意义跟目的 至于说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适合你 其实也只有你自己试过才知道 挤公车搭连航驻青年旅馆穷游 它是一种体验生活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坐游轮搭头整当 住五福星饭店 你总不能说它不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吧 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喜欢自己开心就好不是吗 然后结果讲讲我怎么觉得这集好像变鸡汤了 不过其实还没有 还有更鸡汤的 就是啊前面我刚才在说的那个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剧情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呢这个男主角希望自己的听众可以帮忙 然后打开车子的双闪灯 告诉这个 让所有人告诉女主角说他在找他 本来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就是男主角呢觉得自己的节目可能剩下没有多少听众 大概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人要帮忙 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他的节目 长久以来其实默默的陪伴了很多人 结果呢最后几乎大半个城市的车子呢 都打开了这个双闪灯 那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桥段呢 不是因为这个情节感人 而是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 其实我自己虽然节目不大 也是有一小群喜欢我节目的听众 所以可以的话呢 我还是会告诉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更新下去 怎么样这段有没有够鸡汤 不过讲归讲啦 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搞不好哪一天 就脱跟停跟就弄不下去了 好这些就讲到这边 那我刚才前面讲的这部电影呢 其实他在Netflix里面呢 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都可以找来看 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 上一次跟大家说的这个 百富长旅行箱这个限时团购啊 从今天也就是8月29号就正式开始了 一共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这次的这个团购表单里面 所有的行李箱 不管是一般的形状 还是这个胖胖箱 我都帮各位看过了 那些尺寸呢都有符合 现在这个航空公司 三边总和158公分的大小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而且呢这个行李箱是由百富长这边 直接收到单 就会直接宅配出货 不用等到团购时间结束才会统一出货 那相关的订购连结呢 我也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点连结 就可以看到所有巡礼箱的颜色啊 型号 还有一些旅行配件的价格 那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就到这边 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指教呢 都欢迎各位到 宵夜障旅行团的粉丝专业 还有IG留言或者是私讯告诉我 喜欢今天节目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或者是Spotify 留下你的五星评分 宵夜障旅行团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